大家好 我是书香庭院的玉衡 大家看这个马上就春天了 就是各种草花啊 月季啊 什么之类的花啊 马上就这个要大面积的开放了 开花啊 很多大神都会说 呃 这个如果你的花会不开花 就某如劲的喷林酸而行甲 但是其实啊 这个东西 他有时候 呃 说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但是作为一个花友啊 我们要懂得 这个林酸而行甲 它到底怎么用才是好的 也不是说你这个 这个天天喷林酸而行甲 你这个花会就开花 这个林酸而行甲 它是个好东西 因为它是一种水溶肥 它里面这个林肥和甲肥的含量非常高 比一般的复合肥啊 这个水溶肥啊 含量就要高的多的多 并且这个林酸而行甲 它吸收好 你喷到叶子上 它这个叶子啊 可以迅速的吸收 它又 它甚至来说 比这个水溶肥效果都好 呃 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你想喷林酸而行甲 让你开的这个花 它开的更好 比如说像这盆 这是一个这个货香剂 它是个蓝色的小花 这是一盆这个玛格丽特 就是你想让你的花开花开的好 它最核心啊 并不是说你喷林酸而行甲 它就开的好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就是 你这个花啊 它本身要养的旺 养的壮 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花 它才能够开的好 比如说你一颗这个花 已经长得非常弱了 这个时候你再怎么喷林酸而行甲 就算你把它泡到林酸而行甲里面 它都不可能开花 也就是说 这个花卉啊 它要开花的时候 就是它想开花的时候 它苗子足够的壮 叶子足够多 光合重 足够的强 并且呢 这个外界环境又合适 这个时候 它本身是想开花了 你再喷喷这个林酸而行甲 它就好像你是扶它一把 于是呢 它就可以开花开的更旺盛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花本身长得弱 叶子黄不垃圾的 光照不好 温度比较差 你再某出去的喷林酸而行甲 它都是不管用的 所以说这个林酸而行甲呀 我们用了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你这个花啊 首先是它本身要把它养旺了 养壮了 养苗才是最关键 而不是说就天天喷喷林酸而行甲 就开花了 养苗的话 我们个人一般建议的 就是它施肥的时候啊 都是用用这个水中肥 比如说弹林甲均衡的水中肥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像什么花多多一号啊 花多多十号啊 什么之类的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浇灌用这种水中肥浇灌 把它苗子养的特别旺 开花的时候 再喷林酸而行甲 效果比较好 当然除了林酸而行甲之外 开花更有好处的一些 就是中微量元素了 比如说这个钙美肥料 它钙和美 美就是加强这个叶绿素的作用 而钙呢 就可以促进这个细胞的强度 可以减少的生病 于是呀 再实施这个东西 它开花 一颜色更艳丽 花就更长 所以说林酸而行甲 不要盲目的使用 要明白这一点核心